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19日 礼拜一 欢迎收看越南新闻 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在没有准备之下突然放开防疫政策 让中国出现一轮海啸般的疫情 最近民间传出各种疫情大爆发 殿儀館不够用的消息让人回想起2019年的武汉 但北京一位教授在私人信息中说 这才到哪里?这才不是什么致暗时刻 重症高峰大约在传染高峰后一个月内出现 历史学者张立凡17号发推文说 北京一位著名教授在私信中说 现在只是感染高峰 根据国外的经验 重症高峰一个月后到来 防是防不住的 问题是现在的医疗系统准备好了吗? 这位教授写道 中国炎防死守三年 其实并没有做好准备 感染后居家隔离的食品配给 和政府补贴都没有 重症病房负压病房远远不够 最要命的是 似乎完全没有人考虑到 缺少医护人员这个问题 现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医护 已经出现大比例感染 除了医疗系统必然崩溃之外 这位教授还以送外卖人员为例说 大量送外卖的人感染 无力如何送火 但中国就没有任何补贴 在现在的防疫政策下 任何人都无法避免感染 但差别在于 基本存遇后能充分休养 还是无法休养就要出去赚钱? 我们已经将大把资源都浪费了 很多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根本拿不出钱来学外国 教授说 很多人天真地以为 这波过后就万事大吉 真是大错特错 现在只是第一波 这波中医护和外卖人员成了代价 接下来重症患者会不会成为代价? 这波疫情在京广等地爆发 接下来不发达的地区出现大面积感染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对于未来中国疫情的发展趋势 经济学人集资15日发布模型预测 如果任由病毒肆虐 预计将有150万中国人死亡 最严峻的情形是 未来三个月内 大约96%的中国人感染 ICU病床的需求将很快供不应求 60岁以上的人将占死亡人数的90% 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发布的模型推演就较为缓和 认为中国的确诊人数将在4月1日达到封值 约有三分之一中国人被感染 届时死亡人数将达到32万2千人 15日 蘭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 在线上讨论会上 告诉美国之音 甚至很多流行病学无形表明 中国这一轮疫情将是一场海啸 现在真的只是疫情海啸的开始 我们预计它会持续几个月 这取决于中国的医疗体系状况 在全球疫情降温时 中国出现一轮大爆发 这引起国际关注 纽约时报16日报道说 清零三年对中国人来说 意味着集体创伤 和一个永远不会道歉的政府 一篇报道写到 记者采访到的所有人都认为 中共政府应该为政策道歉 但无一个人指望当局会这样做 其中一位北京 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说 在正常社会中 对像清零那样的严重政策错误 公众要求的 岂止是道歉 还要换一个党来执政 现在我们这个语境下 不是这回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白欣斯12月16日受访提到台海问题 强调不能低估习近平的野心 并警告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白欣斯当日接受PBS专访时 被问到自己对中俄合作的关注程度 白欣斯回答说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已经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伙伴 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 他们在北京东澳上宣布了 两国之间的无限友谊 但两国的合作仍然有限制 至少习近平不愿意向普京提供军事援助 白欣斯接着说 他不会少看中俄对伙伴关系的承诺 不过他看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反应 挺有趣的 也因为习近平对台湾和其他地区的野心 他认为习近平比其他领导人都更关注俄乌战争 主持人问白欣斯 北京是否会在未来一年侵犯台湾? 白欣斯强调说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用几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来衡量 但他绝对不会低估习近平想控制台湾的野心 白欣斯提到 习近平曾表明倾向通过不使用武力的手段来统一台湾 但习近平也指示过中共军方将领 在2027年前准备好发动战争 白欣斯说 所以我认为诚实的答案是 在接下来的10年内 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19日访问白欣斯 和该国总统劳卡申科讨论地区安全和共同因应措施 然而有消息传出 卢卡申科居然以炸病来回避普京的到访 自由时报报道 由一名前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士 创立的社群帐号 General SVR 持续在Telegram发文披露克里姆林宫内幕 该帐号最新发文爆料说 17日早上 普京被告知卢卡申科身体不息 几个小时后 白欣斯官方更加小心翼翼感通知普京 卢卡申科患流感 但俄罗斯方面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 爆料文章还透露 有来自卢卡申科亲密圈子的消息称 卢卡申科感觉很好 根本没有流感症状 对于普京这次访问白欣斯 华府至赴战争研究所日前指出 虽然官方目的是讨论两国一体化及军事政治问题 实际上是普京想持续 就俄乌战争向劳卡申科施压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联参部12月18日指出 北韩当日上午又从平安北道东仓里一带 发射两枚飞行物 疑似是中程弹道导弹 不过北韩方面声称 发射的是搭载测试卫星的运载器 是间谍卫星重要最后阶段测试 北韩官媒报道说 北韩国家宇宙开发院 18日在发射站进行了 偵察卫星开发最后阶段的重要试验 并宣布将在明年4月 完成首火均用偵察卫星的准备工作 极有可能最早在明年上半年开始 首次试射 北韩国家航天发展局发言人称 这次测试的主要目的 是评估卫星成像和数据传输系统 以及地面控制系统的能力 以高昂角将在有测试卫星的载具 发射至500公里高空 卫星测试产品 并将在座一部用于 20米分别率测试的 全材式相机 两部D光学频谱相机 一个图像发射系统修化器 不过报道并未提及 金正恩是否视察了这次试验 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远远流长 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圣堂 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 这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 和英雄史诗的画卷 勇气和犧牲 正直和忠诚 善良和美德 策略星神的故事将五千文明传承 不幸的是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 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 使五千年神传文化的遗产激进毁灭 如今神韻通过 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 东西合璧的交响乐 曲曲如生的动态天幕 和考夺天宫的传统服饰 演绎着古往今来的故事 开创着今天的文艺复兴 神韻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 请扫描二维码即可扣票先到先得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 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 神韻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 开放30%的折扣优惠票价 价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 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 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扣票 热线号码是888 874 6938 剧院和网络扣票不提供这个优惠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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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